快到Spring Break了 相信大家都可能在筹劃和小朋友一起去Ski Trip 去到內陸的滑雪場可能我們又沒有Pass 只買單日雪票 有什麼便宜的方法可以買到呢? 今天我們就和大家講一講 如果家中有小朋友還在讀Grade 4 或Grade 5 的話 買這個部分就認真了 只需要29.99 包含什麼呢? 是在超過70個不同的滑雪場 每個滑雪場可以滑兩次 其實如果給大家一個例子 我們BC省比較熟悉的Mao Simo 其實Mao Simo 如果是Grade 4 至Grade 5 的小朋友 他要滑雪的話 雪票應該是大概$24至$29一次 所以你買了這張雪票 你只要一次試磨 其實都差不多翻版了 何況你拿著這個29.99的Pass 其實在Grade 4 、Grade 5 兩年時間裡 你可以去完整 它在列列上面的70多個滑雪場 每個滑雪場滑兩次 你說是不是很划算呢? 之前我們說的套票 都是某一個雪山特定了 你一定要在它那裡使用 這次我們說的這種雪票 特別的地方是什麼呢? 就是一套是五張 但是不跟人 不跟雪場 你買了五張雪票之後 你就要看看它的等級 分為Diamond、Gold、Silver Diamond 可能是那些大一點的雪山 出名一點的雪山 那麼 你這五張套票 可以在同一個等級的雪山 用五張 一家人五個 每人一張也可以 你一班朋友五個 每人一張也可以 每人一張也可以 你一個人去五個不同的雪場 也可以 我們先比較一下價錢 最近很多人都很想去的 一個 在內陸的一個雪場 Sun Peaks 其實Sun Peaks 你單日買的雪票 就要149元 但是現在你在這裡買 平均下來 495元 除五 就是99元 就買到一天的雪票 又或者我們可以看看 SIMO 我們 BC省另外一個雪山 SIMO 如果 你單日週末的雪票 就是賣84元 而SIMO 在這裡來講 就是一個 GOLD 就是350元 五張 平均一張是70元 這樣也便宜了十幾元 這個網站 還有一個 很划算 很划算 就叫做 Never Ever Day 就是給初學者 價錢 我先說一下 因為真的很划算 25元 25元 就包什麼呢 Lesson Lift Ticket 和租用 25元 我想你去哪個雪場 都好 這個套餐 起碼要100多元 現在是25元 當然 參與的雪場 就會少些 例如我們 BC省 其實SIMO 都有份 APEX Mount Washington 這些都有 不過 你要預約日子 我看過 今季很多雪場已經是 售出了 你可能要下一季早點預約 不過 也要提一提大家 其實它有兩個限制的條件 第一個 又是所有的雪票 都要跟雪場 prebook 真是有日子 available 你才能確認你的行程 第二個 它就是會有一些 blackout day 即是說 聖誕節 新年 你就不用想 一定是沒有的了 跟大家總結一下 其實這種套票 有兩個好處 一 它就是不跟人 即是說 你買了之後 你送給朋友 用也可以 你跟家人分享也可以 另外一個好處 就是它不跟雪山 只要在它上 Across Canada 70多個雪山 你都可以用 如果你想用最優惠的價錢 去滑雪的話 記得訂閱我這個頻道 黏住我這個頻道 一定會有作數